今天有時候就是執著 雖然我退休了 開始就想一些退休的生活享受 但是人就不願意 還有我這麼風光 我要延續我的成就 我建議一點就是 你退休以後 你的能力只會越來越差 真的嗎 你的辨識能力的智慧只會越來越差 所以不要突然想到你退休以後 你突然有一門獨特的秘技 讓你能夠投資 沒有這回事 你如果想要退休 你應該是從你還沒有退出之前 練出一套投資法則 堅持那個原則退休繼續去走 那是被驗證過的 但是很多人平常不練 平常就是上班上班下班 也不會理財 等到退休以後才想說 我手上有閒錢會養啊 對不對 人家一講就走了 結果都聽別人的 自己呢 自己也自認為 我不會被騙 我是當警察退休誰會騙我 你現在也有這種事情 完全沒有經過驗證 各位要注意一下 歲月不饒人 你的智力只有越來越低 能力越來越低 你不會突然蹦出來說 30年前你年輕的時候 沒有的這種投資秘訣 突然在50年後突然爆發出來 可是你不相信說 我一輩子退休的時候 我累積的人脈 在這個時候要人脈大回饋 一退都跑光光了 兩位 我們講有哪些職業別的人 他特別的單純 老了 退休了 特別容易被騙 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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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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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特徵就是 雖然像有些人 曾經在社會歷練過 但是他退休以後 他通常過了退休的日子 他不太看電視了 不太看電視 不太接觸網路 所以那些 那update的那個詐騙手法 他忘了 他不知道 對 他接到電話以為是真的 因為他在那個年代 沒有這種詐騙手法 他想說 哎呦 真的好像是真的喔 如果他就開始救 他那個陷阱 所以我說你退休以後 跟社會脫節 包含你的資訊也脫節了 所以真的是軍工教 要特別小心 最容易被騙 最難騙的就是 三四場賣菜的 那三四場賣菜的 你騙不到他 金的跟什麼一樣 你們是阿姨啊 阿姨啊 那個很厲害 咚咚咚